Hello,大家好,我是街头链小姐Jennifer 今天要快快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可以拿到篮球项目 Cool Cat 酷猫 所要推出的Cool Pet 酷宠物的白名单机会 那这次要发行的Cool Pet 酷宠物是什么呢? 它是Cool Cat 酷猫 它所要推出的GameFi中 让它整个GameFi的生态圈更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NFT 所以我们可以说Cool Pet 酷宠物是从Cool Cat 酷猫所衍生出来的 那Jennifer会认为说这一个NFT 这个Cool Pet 酷宠物的NFT 如果你能够买到的话会是很不错的哟 但是在影片播出的半夜12点 这个白名单的抽选活动 它就会结束了 所以呢 看着时间真的是一分一秒过去啊 所以请大家看完影片之后就立刻跟上哦 好 那今天要讲的Cool Pet 啊 呃 我们要讲这个Cool Pet 之前 我们就应该要提到Cool Cat 酷猫 那大家应该都知道酷猫 应该都有看过 它就是这只蓝色的猫猫 Jennifer觉得超级可爱的 那呃 在OpenSea上面呢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目前的地板价是已经来到15.19以太了哟 所以呢 我们可以知道一个非常好的社群呢 Cool Cat 的持有者以及他们会做GameFi哦 那以这个Road Map来看的话呢 他们是真的非常的顺利走在这条路上哦 所以Jennifer呢 也觉得这个项目是可以长期来关注的 因为他们是蛮用心在做经营的 也一切看起来是相当的顺利哦 好 那在之前呢 Cool Cat 呢 它是可以去拿到这个Milk 的代币的 对 它们有一个Milk 的代币 那这个Milk 代币啊 它是在那个 它们的游戏是在Polygon上面 那它有方式非常简单 你就是只要连接上它们的网站 然后连接到你的 或譬如说像是小狐狸的钱包 那你就可以持有你的Cool Cat 的NF 去领取这个Milk 的这个代币哦 那这个Milk 代币可以做什么呢 这个Milk 代币啊 它其实是可以来购买 譬如说像是宠物箱 战斗箱这种箱子 然后譬如说像是住房箱等等等等 然后以及进行任务的时候 以及未来一些活动啊 游戏的时候也可能会用到哦 好 所以说如果你想要来 参加之后的游戏的话呢 你就一定要有Cool Cat 嘛 但是现在Cool Cat 又已经太贵了 所以说如果你有想要参加 它们未来的这个游戏的话呢 那我想你应该就必须要注意Cool Cat 吧 对 那像Cool Cat 啊 它是有等级的 所以说每一支Cool Cat 它可以去赚取的这个Milk 代币 会是不一样的 它这有一个就是等级表 那你可以赚到多少个Milk 最高每一天呢 是可以赚到1450个Milk的 那未来的Cool Cat 它也会有等级哦 所以依据你的等级 你可以获得这个Milk的数量也会不一样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哦 什么是Cool Cat 就是这一次我要介绍的这个项目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主要的一些就是Pets的宠物的样子 现在目前就已经出了 那它是会是四个角色 就每一个角色呢 它是代表着不同的元素 比如说有一些是比如草系的啦 有一些水系 有一些火系 有一些是空气系的 对 它们的灵感就是来自于就是类似那种什么 草啊 空气啊 火啊 水啊 我是觉得有点像是宝可梦这样子的感觉啊 那但是它的外观啊 也是真的很可爱 那每一支的能力也都会有不一样哦 那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Milk这个代币 它之后可以拿来买宝箱 它可以买物品 那这些呢就可以拿来喂我们的Cool Cat 那未来啊 如果说游戏上线了之后 那Jennifer也非常有幸的 去拥有了一支Cool Cat的话呢 我也希望我可以来再跟大家介绍 这个游戏要怎么玩哦 希望有这一天 好 那如果说啊 你是持有Cool Cat的朋友 会非常欢迎你留言在下方来告诉我哦 那如果你是持有Cool Cat的朋友的话呢 你可以免费获得这一次的Cool Cat的NFT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次Cool Cat呢 它总共会发行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 那其中的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呢 它会就是送给就是Cool Cat的这些持有者 那其中呢的一万支呢 才会是留给白名单以及公寿做使用的 好 那如果说你是之前拥有Cool Cat的朋友呢 你当然可以免费获得 但是如果说你是现在手上有闲钱 想要在二级市场去捡Cool Cat的朋友的话呢 我希望你在就是买Cool Cat的时候呢 你还是先去查一下说 它的这个Cool Cat是不是已经去领了这个Cool Cat了 那如果说它是已经去领了Cool Cat的话呢 就代表你是没有办法再去领这个Cool Cat的哦 所以呢 这件事情请务必要留意 好 那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发行的时间哦 发行的时间就快要到来了 这个发行的时间呢 如果说你是有Cool Cat的朋友的话呢 你在台湾香港北京时间的1月31号的晚上11点 你都可以去Clean你的这个Cool Cat哦 那它呢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你哪时候去Clean都可以哦 但是呢Jennifer通常会来告诉大家是 如果你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呢 你在1月31号的晚上11点左右 你就可以去Clean了不要太晚去 那在这个阶段呢 你的价格是免费的 所以你可以免费获得 但是呢你在Clean的时候呢 你还是必须要付出Gas Feet哦 好 那白名单的朋友呢 他可以Mint的数量呢 是落在8500只 那如果说你是白名单的朋友的话呢 你就可以在台湾香港北京时间的 2月1号的半夜12点 你可以去Mint 那这个呢Mint时间呢 会开放24小时 所以呢在2月1号的结束之前呢 你就要记得去Mint哦 好 所以呢这边呢Jennifer就来跟大家讲说 这个白名单到底要怎么拿 索性现在还有活动哦 那这个活动就只开放到今天1月30 1月29号 1月29号的半夜12点哦 所以说在今天结束之前 请大家要赶紧去参加这个白名单的抽选活动哦 时间真的已经不多了 剩不到10小时哦 所以请大家看完影片之后就立刻去行动 我会把连结放在叙述的栏位 大家就可以点击去参加就可以了 好 那公寿的时间呢 会落在台湾香港北京时间的2月2号的半夜2点钟 那这就是大家去抢Mint了 那数量非常的少 就只有1500个 那不管是白名单啊 或是公寿啊 只要你没有持有Crocast的朋友 价格都是0.5以太再加上Gas Fee哦 所以请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 钱包里面的钱 好 那最后呢 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快要结束的这个活动 它到底要怎么参加哦 好 我们来看一下哦 好 那这次要说的这个白名单的活动呢 要怎么参加抽奖呢 只要连上这个抽奖的页面 然后再连上你的小狐狸钱包就可以了 那Jennifer呢 会把这个抽奖的连结放在叙述的栏位 大家去点击参加就可以了哦 这个活动啊 它会抽出300个白名单的名额 其实算是还蛮多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是说 你必须要拥有0.1以太在你的钱包里面才可以 那你必须要去follow 就是Crocast的NFT的这个Twitter哦 好 那如果说你都有做到之后呢 那你就是去connect你的这个Twitter的账号 那以及connect你的Discord账号 那就可以再按下这个登记 就可以参加活动了呦 好 非常非常的简单啊 那但是呢 这个活动啊 它会抽出300个白名单哦 其实数量也还不少 但是呢 公布的方式呢 它没有明说 那我想它应该会公布在 就是Crocast 它的Twitter上面啊 那所以呢 我在叙述的栏位呢 在自己的能力的范围所及 去做优先的考量啊 好 那这是适逢过年的期间 所以Jennifer想要跟大家讲一句新年快乐 希望大家在就接下来的一年呢 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探索更多 就是有百贝币的项目 或是NFT的项目哦 好 那我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